大家好,我是阿佳,我現在在web TV Asia 網路紅人誌 我大概從16歲開始玩魔術 所以現在玩一玩大概10年,沒有像26歲 當時人在國外,那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 其實要跟當地的外國人打成平時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實 所以當初我就學了魔術發現 這個跟人家打破破冰或是要跟人家建立關係 是一個非常討厭的工具 一開始我只是在學魔術 然後有很多東西我要記 但是我沒辦法記這麼多 所以我開始拍影片紀錄我會的所有東西 所以我就等於是拍個教學教自己 是我後來到台灣的時候發現 其實這麼多訂閱者其實很多是台灣人在看 然後可能在中國那邊也有 那後來就開始要想外 那經營這個好了 所以現在就為了很多東西 其實我之前在國外變就比較輕鬆 大家比較open mind 然後大家比較容易接受 陌生人攀談或是變對的 這些事情 但是在台灣會有很誇張的就是 以為我是賣愛心品的 我拿出副客板他就說 你這是愛心副客板嗎 要多少錢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說沒有沒有我沒有要賣 你沒有沒有 你加表演魔術跟你幹 他說那要錢嗎 我說不用啊 他說真的嗎 然後他打死了不要看我 有一次 我變魔術變到一半 有一個人 他一直在問旁邊的人 欸他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才突然發現 他是 他是瞎的 他看不到 所以他一直問別人 欸他還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突然就覺得 所有人都可以enjoy這個魔術 可是對於一個瞎眼的人來講 他可能就沒辦法 好好享受這個東西 所以我突然想到 我要怎麼變魔術給瞎子看 我就說不用擔心 接下來的時間 你會看得比這些明年輪還要清楚 你可以用你的手去感覺 每一張牌 他是紅色還是黑色的 我把牌一張一張拔下去 我說這張是什麼顏色 他說紅色打開真的是紅色 然後放進去黑色打開真的是黑色的 全部人都覺得 哇怎麼那麼厲害 連他媽都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 這是我的兒子啊 這是我親生的兒子 我知道他看不見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 牌就給觀眾隨便寫 然後一張一張 放在他手上 他就一直說 紅色 紅色 黑色 紅色 然後呢 到一個moment 到一個point 他哭了 因為 我說 你現在看得比 這些真正眼睛眼的人 還看得更好 然後他就 很感動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真正 不是 只是把魔術當作一個表演 而是 傳達了一個情感 傳遞的一份訊息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你怎麼用魔術去傳達一份情感 而不是只是 受招很帥很厲害 所以我希望可以用這些小魔術 跟很多人分享 也想跟他們說 可能這個東西 在我身上是牛術 可能是 你可能很會畫畫 你可能 還是很會跳舞 會唱歌 我覺得那就是你的 魔法 那你要怎麼運用這個魔法 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 是我想要 讓更多人知道的東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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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